好 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关心大潭藻礁存亡的伙伴们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抢救大潭藻礁第101次的记者会 感谢大家的历延声援 那在记者会开始 我们请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的理事长叶斯贵 他是当地人 常年看着我们的藻礁的变化 这一次他非常的痛心 他要吹三响罗 来宣告他的愤怒 谢谢理事长 这一次大潭藻礁的三阶工程 在3月28号发生了搁浅事件 这个搁浅把我们的藻礁刮伤了至少0.5公顷 深度50公分以上 这是非常严重的伤害 同时 藻礁里面的一级保育类的动物 柴山多杯孔珊瑚有消失掉的就是被铲到不知道哪里去的 也有受伤的破裂的那这个图片呢各位可以看到哈 你现在看到的那个胶体呢有一点点白色的部分那通通都是被这个船搁浅的时候呢给刮伤的面积超过0.5公顷 然后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级保育类的柴山多杯孔珊瑚 非常漂亮 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过程里面呢 他是被这样的对待 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柴山多杯孔珊瑚呢 被刮伤到这么严重 相较于2014年8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吴县长 当时 亚东石化破坏了大枯西北岸的藻礁 结果呢我们开记者会的时候 郑文灿候选人 来声援我们的记者会 那个时候他自己开了记者会 他说呢他希望我们沿海的藻礁都能够指定为占定自然保留区 这个有影片可以追踪的 但是后来他当了市长 对我们藻礁的保护就不闻不问 相关的内容我会在最后跟大家详细报告 那今天呢 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律师 就这件事情发表他们就法律上面的观点 因为郑文灿市长在2018年10月9号的时候 那时候前一天的10月8号 就是三阶环平通过的那一天 第二天他的脸书 他就发表 他说如果三阶的工程会对藻礁造成重大的破坏 他将要求立刻停工 这是他说的话 我们有 有图片 对就是这张 那我们等一下律师会为大家来说明 所以我首先就请我们满野新竹生态协会 专职律师 从2007年就开始保护我们桃园藻礁的最资深的律师 蔡雅寅律师先为大家做说明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在2018年10月8号 环平通这个环差通过之后 其实桃园市政府当天就针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这个开发 他有发一个新闻稿 这边有截图 就他是很清楚的说 如果开发过程中 有严重影响藻礁生态之余 就是只要有影响藻礁生态性的可能性 不用到已经影响到了 有这种可能性 将立即命停工改善因应 这是桃园市政府自己发的新闻稿 但我们看到桃园市政府显然是没有做到 那第二天我们的郑文燦市长 他也在自己的脸书上发文 那很清楚的他说 就是上面有黄色字体的说 他清楚的讲说 针对中游三接的环差通过 市府将负起全城监督的责任 要求开发单位做好藻礁生态 与其他稀有生物的保育 市府的指法标准很清楚 如果未来开发过程中造成藻礁生态破坏的重大事件 将会立即要求停工改善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游三接的工程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5800平方公尺的大面积藻礁受损 而且挖除的深度最深有达到50公分 藻礁是生长非常缓慢 10年长1公分 50公分差不多等于500年的一个生态的积累 然后也损伤到了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柴山多培控珊瑚造成死伤 那这样一个大面积还有深的伤害 显然已经造成了藻礁生态系破坏的重大事件 我们非常的呼吁郑市长 尽速兑现你的政治承诺 要求中游停工改善 那第二点 大潭海域事实上是有非常独特的藻礁生态系 就是说过去桃园市政府 他那时候发的新闻感也告诉我们说 那时候的农委会已经委托中研院的团队 在进行相关的调查 那桃园市政府的新闻稿 告诉我们说等研究结果出来以后 他会跟林务局 农委会林务局来商讨那个保育的一个对策 那我们民间已经提出了非常多的保护区申请案 包括依照野保法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申请案 在中研院造林务局委托的这个计划里面 是很明确的建议 应该把野生动物 关心野生动物保护区向北延伸 把我们的大潭这里化为核心区要保护下来 那桃园市政府之前自己发了新闻稿 说要依照这个研究这个调查出来以后 要跟林务局商量保育对策 那报告已经出来了 已经建议关心野生动物保护区应该要扩大 把大潭列为核心区 为什么桃园市政府还继续待遇指法 不愿意去化这保护区呢 那我们对郑市长也非常失望 刚刚潘老师已经说过 郑市长过去自己开记者会 主动的说要把桃园沿海自然的地景 这些地景化为占定地景 那到现在已经开发破坏成这个样子 还没有落实 还没有化色占定地景 我们对郑市长真的感到非常失望 郑市长如果以后还想要去选总统 还想要往更上一层爬 希望不要在这些事件上 糊弄我们老百姓 那再来 大潭的海象不佳 上次中游发生断缆的事故 事实上是在没有台风 普通的天气就会造成断缆 这样一个船舶很容易 一个断缆的一个环境 我们认为根本不适合新建接收站 政府现在要蒸汽减煤 要提高天然气的占比 那你应该要把天然气接收站 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干在一个船舶可以好好停抗 不会随随便便就断缆坏掉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希望郑市长赶快去命中游停工 然后也赶快把这边化色为保护区 那三接尽快的签子 好 谢谢亚人律师 十几年来的梦 就一直在正市长的这种摧毁之下 真的是五月梦毁 那接下来五一样是请我们满野新族生态协会 现在的理事长 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义务律师 陈县正陈律师 继续补充说明 各位伙伴 各位媒体界大家好 有关这一次的一个中游断缆事件 我们在四月九号当天 其实有很多媒体记者到现场去拍摄 非常清楚的拍摄到 在中游自己标示的红色金属的一个标示范围内 就有看到柴山多杯孔珊瑚被破坏的一个痕迹 我们认为这个市政明确 而且已经违反了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这个是有刑事责任的 我们请问主管机关 桃园市政府你什么时候要移送法办 本件环平刚通过的时候 桃园市政府就有立刻发表声明 刚刚也有提过了 他们有强调未来关塘港如果遭受破坏 他们一定会立即的命中游停工 但是今天从事发三月二十八号到今天 刚好一个月整整 我们也要问桃园市政府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中游现在还是不停的在施工 桃园市政府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的作为 连令中游暂时停工接受调查这件事情 他都做不到 完全的网顾野保法赋予地方主管机关的一个职责 我们在这边很无奈必须要提醒桃园市政府 你是野保法地方主管机关 按照公务员贪污资罪条例里面的徒利罪 你明明知道这里已经有破坏一级保卫类财山多倍管商务的犯罪事实 你不去处罢 你不去做处理 请问你有没有徒利中游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盯着桃园市政府来执行 如果地方主管机关认为这件事情无关紧要 毫无作为 中游当然就是有恃无恐 我们怎么能期待中游跟桃园市政府说要保护藻礁 说要保护财山多倍管商务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们要呼吁桃园市政府 请你尽快以野保法的规定来做处罚的动作 还有移送法办 在本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在因应对策检讨出来之前 中游应该要立即停工 好 谢谢义务律师 现在满野新族生态协会的理事长陈县正律师 加强说明 那我们在接下来请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发言之前呢 我们来喊个口号 我们只有三个口号 第一个是悬崖热马 第二个是还藻礁公道 第三个是热令三接停工 我们各喊一次就好 来 悬崖热马 悬崖热马 还藻礁公道 还藻礁公道 热令三接停工 热令三接停工 那接下来呢 我就请在地的 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 叶思贵发表他的心感想 谢谢潘老师 也谢谢媒体长期的支持 更关心 也感谢现场的警察朋友们 维持资讯 那有第一点我估议啊 刀下留人 请指对藻礁行刑 2018年农委委委委托写者专家 为期一年 淘宴藻礁生态调查 结论是呢 大潭藻礁生态功夫 海客文化与生态价值 可作为沿岸的社区 一个产业连结 在此呼吁啊 凸体效应呢 将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请中游不要再骗 一年呢 我在各种的场合 不断的呼吁政府 重视 或者关塘港兴建后的铺体效应 会造成关一 心乎沿岸的海岸 严重的侵蚀作用 台湾国一的客家遗感 将会不保 请桃园政府不要再推诿 找协助旅游堂塞 研究 研究 再研究 和佛鸟心态 结果是一介造就 一再的掩饰垒犯 让中游不断的犯错 破坏我们珍贵的桃园藻礁 及藻礁生态系 再次 中游公司 违反反平承诺 大面积的破坏藻礁 造成一级 保育动物财山都被恐 严重破坏死亡的事件 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执行法令要求 三阶地级停工 好 谢谢阿贵理事长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来详细的说明 郑市长在我看来 这几年他上任之后 他对保育藻礁 说的话和做的事 哪些是虚的哪些是实的 跟大家做个简单 做个简单的说明 我这里列了十个例子 其实非常多 这十个是比较重要的 严重的 2012年9月27号 那个时候我们环团 他们是在野 我们非常麻烦 所以他跟我们签署了 要把关心藻礁化为自然保留区 这样的一个签署的声明 可是上任五年多来 到现在还没有化射 五年多了 所以这个是空化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2014年 他是第一任桃园市长候选人 在8月14号的时候 来声援我们 对亚东石化破坏 大姑息北岸的藻礁 这件事情 他声援过了之后 自己在民进党的议会 党团记者会中 他大声的强调 桃园沿海的自然地景 指定为占定自然保留区 他们还喊口号 喊说保育藻礁永不妥协 这个是有影片可以证明的 那这件事情 他回头竟然说我们是什么 说我们是环团移花接木混淆市厅 他们把2012年这一张签署的来当做 这是他的保育的唯一的政策 也就是说在他的眼中只有关心藻礁是他需要保护的 这明显的违反了他在2014年之后的宣誓 这个人后来我们说他背信忘义 从2016年12月我们就来这里开记者会 声讨他去年我们有十次在这里开记者会声讨他 但是我们发现到他就是装蒜麻木不忍 接着再看2015年4月25号 我们当时在办理藻礁建行活动 我们还把他当自己人啊 所以我们在会前就通知他 请市长一定要宣誓一下 如何来保护我们整个桃园的藻礁 因为你说过啊 整个桃园自然海岸都要化为暂定自然地景啊 可是他那个时候对着我们群体说 哦自然保留区不是地方政府可以制定的 这句话是谎言 我要跟大家强调这是谎言 因为他的农业局的林务科长主管 藻礁保育事务的林务科长告诉我的 地方政府就有权利自己化是自然保留区 只要向上城报就可以 他说不行 谎言 接着是2016年8月19号 在一次那个公函里面 因为我们跟他们往返的公文 不断的强调请赶快化保物区化保物地 否则三街会设在这里破坏藻礁 他呢桃园市政府那个时候厌烦了 但是他的名气开始旺了 他开始直接就回复给中央农委会 意思就是说这些事物你们中央自己去做就好了 我地方不用了我们不化了 他认为呢地方做起来很辛苦了 你中央自己化就可以 可是中央感化吗 整个民进党上下一条边 这么名气高的市长 中央也不敢得罪他 真正的保育的事物是在地方 所以从此中央跟地方保育机关就不断的踢皮球 大潭藻礁就这样被牺牲了 然后我们再看2016年的10月26号 村民大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客家电视台来办村民大会 他说这是中央的规划 意思就是他要撇筋啊 不是我不想化 可是三街是中央的规划 那他没有办法 是这样吗 我们看下一个你就会生气了 如果说三街是中央的规划 你难以反对 那为什么隔年2017年3月23号 他到了龙潭去办理施政说明会的时候 他说如果我郑市长在一天一定让好山好水的龙潭 不会给高原的天然气 高原电厂龙潭的高原电厂他要让他在世界上消失 这个也是有影片的公民记者拍的 如果三街是中央政策没办法打 为什么高原电厂是中央政策你就有办法打呢 可见这是标准不一 我认为他一开始就有别的原因别的目的 牺牲了我们家乡珍贵的自然地形和生态系 接着2017年的8月9号 他也是 不对我这两个讲错了 这个图片我请记者们 可以在我们新闻稿的后面有这个QR Code 这个QR Code点进去 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档案都抓到原始档案 所以里面非常的清楚 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 他直接就把自己地方画是保护区保留区的这些权益放弃了 但是中央不敢做 好在2016年8月19号的时候呢 他发了新闻稿 他是公函 他说关于我们民间提报为自然纪念物呢 他说已经委托中央大学调查研究 他也将成立自然地形审议会来审议 实际结果是怎么样 中央大学的调查报告根本就没有做生态调查 如果没有做生态调查 请问你要怎么样来把这里画为保护区呢 所以他是自打嘴巴的 所以这个也是空话 那接下来就是2018年10月9号 说我们环团移花接木混淆视听 我要在这里强调这个是污蔑的行为 做一个要当总统大会 登总统大会的之路的人 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的子民 好 那2018年10月9号他说了 只要三街的工程有严重破坏我们的藻礁生态 他会立即要求停工改善 3月28号发生这件事情够不够严重 很够了吧 可是3月28号他没有掌握资讯 4月7号我们开记者会 他应该知道了吧 没有动作 4月9号我们到现场去现刊 他还派了两位科长级的 当然说到科长级大家就觉得很好笑 我们请他们两位科长代表市府呢 来发表意见 两位科长很委屈的说 我们没有授权 没有被授权在这里发言 是这样的态度在门混 好啦 调查报告在4月20号出来了 那是海保署的调查报告 也行文给桃圆市政府 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郑文灿市长有任何的动作出来 我说实在是非常遗憾 全国的小朋友其实都在看这件事 因为国民日报在4月24号的社论上面直接就这样说了 他说伤害已经造成 除了究责与复原 政府还要继续让千年藻礁坐以待毙吗 或者可以勇于承认决策作物 开始给藻礁生机 我想未来我们所有的社会的人民 都会来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在中研院的调查之下 藻礁的生态和它的地景的特殊 在全球是非常独特的 谁要去毁气它 谁就要被藻礁世纪杀手恶民 郑文灿市长你的总统之路 这可能是你最重要的关卡 我认为现在还来得及 其实我们的天然气并没有缺口 我们还有很多的替代方案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赶快悬崖热马 还藻礁公道 马上热令三接停工 这是以上我们要报告的 那我们伙伴们 有没有想要发言的 好 那我们今天 好 那我们谢谢工商协会的顾问 赫光万 我是工商协会的专员赫光万 我们喊个口号好不好 好 好 桃圆市府尽速兑现 桃圆市府尽速兑现 热令停工承诺 热令停工承诺 好 今天呢也是四二八国际工商日的日子 就是来纪念所有为台湾经济牺牲的劳工朋友 今天是一个法定的一个纪念日 但是不休假 我想大家可能都忘了 那公商协会在这边提醒大家 说这是一个保护劳动者的一天 那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环团的朋友 来到桃圆市政府 来抗议什么 抗议我们藻礁 被桃圆市政府给侵害 给杀害了 我想我们公共协会在七八年前的时候 来参与藻礁的声援运动的时候 我们公共协会有一个价值 原来是以劳动优先 因为长期的参与 这样子的一个 藻礁的保育运动里面 我们认为 人与环境 这样的病重的思考原则 从这个经验里面 我们开始在思考 如果环境没有保育好的话 其实整个台湾的环境 整个台湾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气候 世界的这样气候的恶劣 包含现在的冠状病毒 是不是因为我们严重的影响了环境之后 才造成人类的苦果呢 我们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共协会在从人的 人的优先的原则里下 调整成人与环境 病重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运动原则 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边 也来声援藻礁的活动 第二个部分 我们从这个今天老师所提的资料里面 我们抱歉 我们今天才看到 我们看到了3月28号 中游的三街的工作船 割浅破坏了0.5公顷 我们从劳工安全的角度来看 工作船割浅 就是一个公安的问题 如果3月28号 已经有这样子的公安问题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问桃园市政府 到底劳动局的 劳动检查处 到底有没有进行 依照职业安全法 进行劳安的检查 进行劳安的调查 这样子是不是有违反任何 治安法的公安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 那请究责 请停工 除了保护我们的劳工以外 也要保护我们的环境 也来兑现我们桃园市政府的承诺 如果没有保护好劳安 就是没有保护好我们这些 所谓的环境的这样子的价值 这是我们今天来呼吁桃园市政府的 所以我们今天喊的口号 除了追到工商者 保护劳动者之外 我们也要追到藻礁 保护全球环境 大概是以下这样子的一个口号 来 我要举我们手来 追到工商者 追到工商者 保护劳动者 追到藻礁 追到藻礁 保护全球环境 保护全球环境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工商贺光万 帮我们把这个公安的层次也提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华航工会的秘书长 朱美雪秘书长 要保表他的看法 各位声音的团体 市民 媒体 以及我们后面的警察朋友 大家 好 我是华航工会朱美雪 长期以来 我们是以劳工 我们的劳工比较重视的是 劳权 劳权 也 但是我们忽略了 環境保护 所幸 在我们 台湾的所有的 環境团体里面 为我们这一个土地 打拼 把关 过去几十年 台湾经济持续缓慢的成长 可是我们的成长果实呢 并没有转价给我们劳工朋友 以及我们市民朋友 这些 都被我们 长期以来 就被 劳工的劳动所得呢 都被我们的政府 配合财团 来剥削 甚至 我们那里生活的 游戏的土地 跟环境 也被政府 结合了财团 一步一步的侵蚀 破坏 去年总统大选 不是民进党 执政好 而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而是国民党 放弃他长期所坚持的 核心价值 国家认同 以至于民进党 在那么执政 那么烂的条件之下 又偏向财团之下 可以大赢国民党 只是因为他操作了一个 芒果干的 王国 王国感 相同的 未来 当民进党 抛弃了他的核心价值 劳工 人民 土地 環境 这个操作 王国感 就会被我们所抛弃 2018年 我代表 工会 出来参选 桃園市长 就是要让政文上市长知道 如果 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劳工 我们劳工也会出来选举 劳工没钱 但是我们有毅力 我们不怕吃苦 会团结所有的团体 或许 我们没办法成事 但是我们有能力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周文山市长若想要再往上爬 希望 他能对 实现对藻礁的承诺 为我们后代子孙 留一点美好的河山与土地 藻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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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藻礁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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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朱秘书长 那今天呢 来声援呢 还包括我们 阿协关华协会的理事长 刘理事长 还有我们 桃園护书联盟理事长 吴 吴凯琳 那也包括我们 刘许婷 刘许婷 刘议员的助理 就是我们 观音的子弟 戴照华 好 那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关心 谢谢我们所有关心藻礁朋友 对 我们有就是把今天的 新闻稿呢 要送给我们的 师傅的官员 今天的成绩有提高 上一回是科长来 今天是处长来了 不过我知道 今天来接我们的这一些 我们过去交情都还不错 我知道他们也很无奈 所以我们这个仪式做完呢 今天的记者会就告一段落 主要是希望 市长 记得藻礁是他家乡最珍贵的 地景和生态系 可以吗 我们就不握手了 我要强调这不是陈情书 我们今天其实是来抗议的 那 市府的态度在面对这件事情 你们的承诺 你还是发言一下 对着我们的媒体朋友 那现在来 我们的处长呢 要就这件事情呢 表达市府的看法 那首先很感谢我们所有 关心环保的好朋友 对藻礁的关心跟支持 那我们陈泰市政府 目前已经收获到 海报署的一个调查报告 那从里面看的话 他们的调查内容的话 是针对整个藻礁受损的区域 是在G1区 那受损的面积差不多 0.58公頃 最大的深度应该是30公分 那因为本案的环瓶的主管机关 是属于行政环保署 所以说 有没有违反环瓶的相关规定 应该由环保署 就调查了事实 去做进一步的认定 那另外至于说 柴山多比拱珊瑚 那我们也看到整个报告内容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的显示 那柴山多比拱珊瑚 有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为了地球慎重 那最近海保署也会再次的到现场 去做进一步的确认 那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那桃园市政府 自然就会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 第18条的规定 将犯罪嫌疑人 移送桃园地检署 依法来做就办 那以上是我们桃园市政府的立场 我们律师不太满意 想要补充一下 因为海保署的报告我们也看过 那他其实肉类比对中油的资料 他现在是只有比对海保署 跟那个 就是说他中油的那个环品 那些资料没有比对 因为之前中研医院的那个 陈昭伦博士 他其实也有去现场比对 他比对中油是确实有损伤 而且甚至都连那个照片 切了一半的 或是本来有中油定位的 那个点被刮除的 那些证据 我们认为是很明显 所以您刚刚说 好像还没有证据说 他们都伤害到 台湾斗路面孔珊瑚 我是在想 那个桃园市政府的 那个地方主管机关 是不是有一些 该收集的证据 没有收集到 因为连我们一般老百姓 都说有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天现刊的时候 桃园市政府也有派人去嘛 那我觉得你们必须 应该要去收集 陈昭伦博士的那些资料 在还资的那个文章都有 甚至也有需要 有需要也可以跟他 请教交叉的比对 然后陈昭伦博士 他的那个报告 他的那个文章里面 其实他有一张照片 是他去调查到 他所找到的最深的地方 是挖厨到50公分 可能那海保署 他可能没有调查到 那个点 因为毕竟他不是一个 很均匀的挖厨 那我觉得这些 相关的资料 桃园市政府都应该要掌握 不能都只看 海保署整理好的资料 相关的资料 你们能够收集到 不管是自己 派人去建厂调查 或是请教相关的 学者专家 都是有必要 我们希望桃园市政府 作为地方主管 今天不能只说 这是环平 环保署的事情 你们可以做的 也说有影响藻礁之余 有这种可能性 你们就会去命他 停工改善 那郑市长本来也有 这样承诺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 桃园市政府 针对这件事情 能够更积极1.2 不要都只等待别的机关 然后让众友继续施工 谢谢 好 谢谢雅英律师 林处长 我们是好朋友 我知道 你有难言之言 不过你刚刚说的 应该就是官方的态度 很明显 这个态度 就是又要敷衍了事了 又要把责任推卸了 地方政府就是第一线的保育机关 你自己也承诺了 在脸书上公开 现在都还可以点进去 说如果有破坏严重了 我想请教 我们市府是对这0.58公顷的 藻礁面积觉得不严重吗 严不严重 这需要专家来 我刚才说过 这个应该由環保署 依调查事实来进行认定 一定要经过環保署的调查 好 我们桃园地方政府 这个叫做严格监督了 有没有公安的问题 这个叫严格监督了 那我想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 谢谢你 谢谢林处长 我们把这个就请你带回去 那这张也送给市长 那帮我讲给市长 这是他说的话 红线的部分 好 我们知道 市府的态度一向如此 这个要当总统的 大概也不太在意 什么是藻礁吧 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那我们大家就继续努力 我们希望这个讯息 可以给全台湾的朋友的知道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一个想编织 总统大梦的市长 他是怎么样来对待 我们的珍贵的藻礁 他要如何对我们的下一代子孙 有所交代 好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伙伴的关心 谢谢